發覺這世界 永遠太小深刻 因此花一天 改變一切習慣 消失太快 捉得到太少 喜風花一天 感覺一切是愛 接下來四年一度的體壇城池 巴黎奧運即將開幕 世界各地的運動員 都在各自的戰場上 比拼得如火如荼 但對於奧運的賽事 你又認識多少 香港的運動員也在哪裡努力 在奧運開幕前 我們會為大家講解 不同的奧運項目 及運動員需要注意的大小事項 所以千萬別錯覺 體壇有件事 志健,我實在不懂踏單車 你幫我踏單車嗎 也可以的 不過踏單車你想想哪種 不,只有一種嗎 即是在單車競踏 不是…我知道有很多種 有兩個輪胎 有輔助輪胎 有四個輪胎和三個輪胎 還有電 對… 是嗎 是… 不是 不是嗎 還有場地和公路 你想踏哪種 不知道,我只是想踏 不要緊 今天我找了一個 踏單車的大前輩來教你們 究竟甚麼是長女單車或公路單車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的嘉賓David Sir 你好… 他是前公路單車的代表 難來難寫,想抱緊寫 關於單車 有甚麼回憶 先問問Pony 說起單車真的厲害了 我完全不懂得踏單車 厲害 對 拍單車節目,完全不懂得踏單車 所以今天就來瞭解一下 專業人士David Sir 瞭解一下單車是怎樣 比賽是怎樣 我先說說自己的經歷吧 其實我也學過幾次 也很挫敗 不知為何 總是不太相信單車能帶我前進 即是輪胎那麼窄 你又那麼闊 帶不到你前進 是這個意思嗎 而且單車的平衡 你要真的相信它 你要踏掉它才會平衡 去到直線 其實我了解 我當時學單車時 是比較童年 那些單車是沒有特別的 我坐上去後 就要自己從斜路衝下來 下斜路後… 厲害 即是你害怕的話 我會把腳放上去 下跌,如果不行 就把腳拉大,把腳叉住地 最重要是腳碰到 然後就直撞在垃圾鑼上 這樣就停了 然後一次一次試 我便上到腳 所以怕跌跌是做不到的 不怕跌跌,反而還可以試得到 我知道單車比賽有分… 室內… 場地… 還有公路賽 對… 其實兩者有甚麼分別 室外的單車 沿途風光,看上車、下車 場地單車有一個確定的牙齒 如果你的腳停,車就會停 一直停,是很高速度的 對 你不可以突然停車 是停不了的 因為我也試過玩過 上到鑊頂上 我們簡直叫做洗鑊 為甚麼叫洗鑊 四個人一起踏車 我帶頭的那個 帶頭的那個便踏上去 我自己又不知道怎樣… 其實應該要加速走 上去,如果它不過 我便要加速下來 我便不懂,於是在鑊上抄下來 那些是洗鑊 其實我想問場地是怎樣玩 例如它的賽制是怎樣 例如鬥快轉60個圈 第一個衝刺就贏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場地是比賽 因為場地有很多種比賽 例如我們有些打對面 一個在另一邊的線 另一個在對面 大家在雙方一起 他們可能會計算三個圈 一起開始,便會鬥 鬥快 對 大家都有三個圈 誰先回去那裡會先 或者我會抓到你 即是鬥快 那個會比較刺激 亦有很多不同類別的菜種 這個場地裡已經有很多變化 例如公路裡會怎樣 公路裡的方面 其實我們會有個人計時賽 那你會算是TD 特意每個人出發比賽的路線 那有對際賽 對際賽有四人 或者兩人也有 甚至在橫發大賽裡面 可能有七、八人一起做微錡 還有MASLA一起出發比賽 那對際賽是否像接力 即是三個人跑來跑來跑 如果以往有兩人賽 我比賽過,曾經有兩人比賽 一定要有兩個人回來衝線 他們兩個人的時間加在一起嗎 兩個人一起衝線 不可能那個… 雅雅沒有力氣 你自己回來衝線是不行的 這個比較辛苦 輪流,但還是兩個人 如果有四個人的比賽 通常會計算三個人回來衝線 Darick Sir,公路和場地的比賽 運動員的分別是甚麼 需要的體力或技巧上 其實公路裡 裡面有分為短途的賽事 如果在場地裡 有分為體能,要更多用 例如短途的賽事 內力、爆炸力、爆發力都會很高 如果有些是較長的 較為內力的賽事 即是在場地裡 而公路裡,兩件事混合起來 體能和體力都會一樣 Darick Sir,我想知道 你當初喜歡踏單車 是因為小時候 如何由一個劫餘的 搶單車的人變成一個運動員 因為當時我讀書 我上學時 我看到坐在巴士上 坐在巴士上,看著後面 為何有些單車在後面追上 跟著巴士尾,這麼有趣 在斜路上跟著上 然後可以上到差不多 可以跑掉 即是比巴士更快 比巴士更快 對… 比巴士更快 然後我問如何可以做到這件事 有點好奇 然後我回到學校後 有些同學原來都是玩這些 他就告訴我 不如這樣吧 你出來,我教你踏車吧 我也有這件事 當時我們也好學習 他說我們有私家的單車 你沒有,你租單車吧 我便去租單車 你租單車 對 然後他又生氣 他便說 這樣吧,我們四個人 你一個人 如果你一個贏了,我四個 我輸了四支汽水給你 我以為他們四個夾錢給你 買單車 我也以為是這樣 氣損氣貴 結果… 結果是輸了 但你開始的時候 當時好像現在也有這麼有系統 怎知道你只想打算 比賽勝出的幾個同學 你之後怎樣打算再做運動員 另外就是之後 就一直去… 除了讀書之外 就做了一點兼職 幫別人補單車輪 以前的叫原子輪 我會補單車輪,賺錢 就是為了買單車輪 就賺一輛較輕的車輪 慢慢的,是初步的車輪 初步的車輪 後來之後 當時我們看到 很崇拜的香港車手 當時我們看到一間單車店 每個星期都有一群高手 他們以前分為每年的排名 1至10 這10個便是最快的 因為很多時候比賽時 最快的一定是出最尾 以前的單車比賽的人數是很多 有七、八機會 我記得我第一次出比賽時 是七、八、十七 1號的車手是出最尾 我試過在前面的一段時間 當然沒有他們速度那麼快 我會看到他們叫… 麻煩前面的站在一旁 會有一些安全車輪 那時候我問為何會是我的 之後就自己去練習 比較多 那你踏了多久 大概開始慢慢在那十大高手中 開始慢慢有自己的位置 我1978年開始 第一次的年尾 開始報第一位開始 在1982年已經是… 四年後 四年後已經代表了香港了 我有些心理問題想問 四年之間 你從後面七百多 爬到香港代表了 你自己進身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態或感受有甚麼不同 其實那是一個… 不可以說是高高在上或怎樣 只是你做到某個階段 可能運氣上可以去到這裡 或者選拔的時候 剛才你幸運或怎樣 因為其實在過程中 最後選拔的時候 是一個很痛苦的經歷 我也很感謝那時候的隊友 當時有一個叫… 維多利亞公園的比賽 是 踏圈的 我記得那次是下很大雨 就是最後一場選拔 下大雨 在比賽中是踏圈的 我爆了一條頭胎 我兩個隊友 一個負責叫我母艇 一個拿出一輪 一個就抽起石頭 整個人用手臂抽起的彈斜 我沒有下腳 然後讓我換了一輪給我 然後我再開始 但沒用了 一開始後,我到尾 一開始就下大雨 我換了一輪,在我追 一追,到前面的就是線胎 撞了牆壁 那些比賽進行中 各樣的牆壁都塌了 拆著我,已經全身有血 然後爬起來,繼續 雖然也不太行 因為已經很傷 車子已經很傷勢 即是幾乎爆 那輪胎已經歪了 也能捱到一天左右 那就沒有了 幸好當時的所謂教練 他就說你已經隔離了 我看到你已經認了你自己最… 最盡力 最大努力 他說到時候再想 後來就進入選道 但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當時沒有一個很… 你的教練可能也是 龍虎榜中的師兄 又沒有一個很專門的學院 去教這件事 但也可以自己練習 靠自己的能力、耐力 去練習這件事,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以前的師兄 都是沒有這個練習的 他只是教你的肌肉怎樣做 對,也是靠自己的練習 以前是不懂的 所以我覺得越困難 或越沒有輕易得到的事 反而你會越想做得好 就是靠自己真的喜歡去做 還有那輛單車 是Divic Sir 自己儲錢慢慢砌回來 對 砌回自己的戰車 反而得來這麼難 但你就會好好珍惜 對 對 最近風和日麗真的很想嘗試 香港單車環島遊 但在環島之前 也要了解單車知識 我便約了一個專家 Divic Sir 你好,你一講Divic Divic首都 對,這麼快 我是否可以跟你學習 看看如何踏單車 今天可以教你踏單車 不過你今天的裝備好像不對 為甚麼 我看到你的手套 是 頭盔也有 沒錯 但是單車的父母 但也有其他東西可以先學習 對,沒問題 我可以教你基本的知識 你知道單車的高度 以及如何去準備 你下次就可以踏得好 是,那就可以… 學得好 好,靠你了 謝謝 師傅 不要客氣 我看這輛單車 跟普通踏輪的單車不同 其實是怎樣選擇這些公路單車 其實單車會計算你的高度 內臂的高度 即是這裡 對,如果你去一輛單車鋪 它會和你看看內臂有多長 是 而會向你設計單車 好,那是怎樣操作的 正常單車是這樣踏的 這輛單車也是這樣的 也是這樣的 其實任何單車都是一樣的 我們就知道,不過控制方面 這隻手就放在這裡 記得要戴上手套 為甚麼手套有塊箭 就讓它不要滑手 所以平地就是這樣拿著 平地可以這樣拿,或者拿在這邊 因為如果趕在這裡 重心會看在下面 你很多時候比頭高 你的頸部很累 通常我這個情形是… 或是會下斜 有減少風阻 或者踏得快的時候 我們會趕下手拿著 兩隻手掌握著 我們剛剛也學了這麼多 是否可以一睹 你在馬路上四賓的英姿 沒問題 是 地理術上車時,很有型 用來增加一點力量,推動車 而且很多時候沖線時都會這樣做 是否會比較快 會比較快,如果是比賽沖線時 即是說到滾滾功能 如果想斜路,兩件搖擺就幫助省力 左右搖擺是甚麼名字 它們叫做無車 無車 對,無車,兩件無車 即是要來要去,無左無右 我看見你打手號,可以教我嗎 其實我們打手號的原理 當時我們進入另一個路口 要示意給你後面,不管是否車來 例如當時你在看線,很少看後 早前打手號,譬如我進去右彎 右彎就右手,右手 右彎就右手? 對 所以你這樣走 對,沒錯 如果我們轉這邊,左手邊 我從對岸線上進左手邊 那我洗手吧 洗手?然後你洗過去嗎 對 即使你在路口準備轉進去 你也視意給它看 我現在轉進左邊 這樣就為了你自己安全 因為如果後面的車跟車太劫 你突然在慢車,進入一個彎 它就會收不到你的裝備 Berick Sir,今天非常感謝你 分享了這麼多給我 是… 沒錯 我下次一定會 顧及整套較好的裝備來找你 好 我們來個香港環島遊 好 Berick Sir,你玩公路單車 是 那也是一群人玩 即是你自己玩,還有一群師兄弟 是… 是否自己也是一群人 自己一群師兄弟就… 例如我知道有個比賽 我們就這樣…自己比較土髮地練習 不是的,我們當時很有趣 有一群人在銅鑼灣大球場那邊 有些長椅子在那裡 你一出去坐下來 然後又會有另一個人進來 通常會在一些集合 即是我們香港島的人 如果夠人的話就不管了 比賽也好 如果夠人的話就… 再踩? 在銅鑼灣 即是踩了一圈銅鑼灣 對,去到銅鑼灣 當時也有食物 我進去快餐店吃完食物 又踩出來 出來坐一會 又有另一群人又來了 你們踩完了嗎 然後… 去到銅鑼灣 不,再去過,又踩到銅鑼灣 一直都是上水落落的 說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單車好像說個人表現 競爭性 但單車好像很集合一群人在一起 你們一群踩單車的人 就會約在一起去踩單車 因為其實有一個友誼 或者是怎樣介入了 就是一群人一起玩 譬如踩完單車 通常都是吃東西 吃東西之後聊聊天 說回哪個快、哪個慢 這些是很正常的東西 然後吃東西之後 就說下次吧 出去看看哪個快 即是有利的 所以我們當時的練習就是… 不用考慮 看到斜佬一定要上… 一定大家鬥爆 因為如果上了斜佬才下斜 你一定比那個快 因為你下了,那個還在上 你已經到了大館 他下來怎樣追求你 他要踩多快,速度 所以你們的所謂競爭 也不是真的勾心鬥角的競爭 是良性的 對 良性的… 開心的 對,反正我們現在這麼久 跟讀書這麼多年的同學 或是怎樣情形 反而單車的朋友還有聚會 即是友誼最深刻 對 如何說回以前怎樣踩 現在那些人怎樣踩 但是那個會是說 大家都會… 新的人也有,舊的人也有 新的人就會問舊的人 怎樣的情形 當時不是這樣說嗎 一班CND的感情不是很深厚嗎 也是的 是嗎 因為我們情緒好像… 那一班車也有可能是這種感覺 有 未必真的會去比賽 現在你經常看到有些人 變成一組車隊 對 自己去繞圈、繞風 如果要比較 即是當年當運動員時 你會否覺得很不同 現在跟過往 以前做運動員是要你自己練習 現在的運動員 例如香港隊 是一個很有系統的教練 我們當時沒有那麼多的器材 以及資源 我們所有用的東西 或各樣都是捱回來 叫做捱回來 當然,就算捱還是怎樣 最重要是你對那件事的看法 以及你很喜歡這個項目 你懂得玩嗎 即是那裡多熱情 多熱愛 你說是否這樣 你要自己想想 我一定要戰勝這件事 我一定要贏 或者我怎樣也好 就算贏不了,我都盡了你 就是要這件事 運動員的心態 我覺得盡力比贏得更重要 對… 那你現在還要踏單車嗎 現在是單車做了一個輔助 我現在有兩種輔助 因為我的輔助是… 因為我現在開始有跑長跑 是嗎? 朋友 所以單車是一個心病 一定是用它去做一些 肌肉能力的訓練 即是保持也會有單車在你生命裡 對… 由始至終我一群朋友 一直在說單車這件事 如果你沒有單車 沒有去練習 沒有或沒有一起去玩 就不會有今時今日的我 變回一種興趣 現在平時踏車的情況又如何 會否有當時那種 我要鬥贏你這條斜路 會變少了 因為其實受傷的對方 如果當時是在比賽中 受傷是很正常的事 即是會拼搏 現在就是覺得盡量安全 你已經退役的運動員 你有甚麼意見或說話 可以跟… 寄予… 對 現任的運動員或年輕人說話嗎 其實運動方面最重要是自己 就是有信心對自己 不管你自己對自己也沒有信心 根本你是做不到的 我經常都說有信心就一定行 沒有信心一定失去 就是… 相信自己 一定要這樣 相信自己 你是不會遇到別人的 你就試試吧 好 讓我去踏單車吧 但你試的時候 告訴周邊的人 你在試試,知道嗎 我陪你… 我要掛在單車上 我要相信你,你不會遇到我 好的 我陪你一切是愛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